如果我是在YouTube观赏影片的观众 记得要打开字幕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帅狗 愿池丽与你同在 我们这次要说完脑洞大开系列 超人编步侠 VS 异形 终极战士 还没看过第一集的朋友 记得要先去补完哦 下方我会补上第一集影片的连结 我们直接开始这次的故事吧 暗地是山脉山群中 出现一颗诡异的球体 要是这颗球体的大个几百倍 我可能会把它当成宇宙大地 地球防卫对TDI的长官惊叹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颗不明飞行物体的速度 是音速的五倍以上啊 我的老天鹅啊 它正朝老祖宗飞去 这绝对不是突发事件 一定跟那群外星人有关 没时间浪费 直接执行歼灭计划 TDI一心想保护地球 免于外来者的侵略 就算手段极端 他们也不在乎 就算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英雄在那 他们也不在乎 很快的飞弹就击中了火山 超人大惊 免负俠说对了 TDI无法接受任何外来者 TDI的长官 透过传回来的画面 看见了超人 长官大喊 要许我超人在那 超人避开了所有飞弹的攻击 但部分的飞弹 击中了老祖宗 超人虽然不喜欢TDI的做法 但他很清楚 TDI只是在镜中指手 超人快速的飞回火山中 这让TDI这群长官更紧张了 长官们一致认同 超人也是为外来者 他可能会威胁地球 经过快速的长途跋涩 超人终于回到 岌岌可危的火山里 路易斯 免负俠兴奋地跑向超人 超人大吐苦水 TDI在乱啊 他们准备炸飞这里 情况非常不理想 中英战士们似乎也不认为 他们能够活着出去 中英战士认为 能够跟部落一起死亡 是无上的光荣 免负俠问到超人 你怎么会这么久才回来 超人回到 这么多年或许我老是迟到 但我从北极 把过渡堡垒运过来 只花15分钟啊 永远不会回来 要让他们乖乖待在原地 也不容易啊 我现在无法肯定 他们是不是依旧 相信太阳神了 超人希望 蝙蝠侠能够让 中英战士们乖乖登船 进入孤独堡垒 如今 蝙蝠侠只有努力尝试了 不简单啊 成功说服他们之后 最大的问题就是 超人的客厅 挤满了杀手 超人并不担心 因为他的家庭的机器人 会照顾好他们 但现实 却不见理想 来到球体的外头 终极战士们全部登舰了 接下来超人要求 路易斯 蝙蝠侠也登舰 而超人还要准备 去拯救异形的软 这下马让老爷 彻底无语了 终极战士就算了 异形 可是真正的混乱邪恶 就算老爷清楚地 表达反对的立场 超人还是以他们 是森林为由 依然居然展开救援行动 不过超人心里 还是有些不安就是了 毕竟对象是异形 他们进入船舰后 马上遭到 终极战士无情的背叛 哎呀太太你这问题 头顶闪耀着绿色的盛光啊 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 对编覆侠的人非常不利 路易斯急忙改造了 一旁坏掉的机器人连件 将它加工为小型推进器 编覆侠的路易斯 终于由资本 进行这次的困兽之斗 一字异形又重 冲出了软 不负重望地撞上超人结实的胸肌 超人一手抓住这恐怖的小怪物 超人说道 我还真不喜欢你这小东西 尽管超人不怎么喜欢异形 但他还是依然决然展开救援行动 超人内心有些遗憾 他无法拯救出更多无辜的小疫情 虽然他不认为这事件坏事 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这里的环境已经出现有毒的气体 就算是超人 也无法长时间待在这里 好不容易超人抵达终于战士的飞船 并将疫情的软安放于此处 之后超人快速地换一个位置 他移动到飞船的底部 双手用力一举 就轻易地举起 比自己重不知道多少倍的终于战士飞行船 但是超人并没有注意到 在他行动的同时 不远处 有一个黑影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超人回到球体旁边 并将终于战士的飞船 送入孤独堡垒 他才刚开心回到温暖的家 就立刻遭受到终于战士 能不防的攻击 超人惊讶地说到 翻脸翻得这么快 我从来都没真正相信过 你们信奉什么太阳神 原来超人一开始就不是完全信任他们 只是超人一直都有善待人 没有撕破脸 可是他们这群客人 在被人家傻眼 傻得太超过 超人决定好好教育他们 超人轻松地修理的终于战士一番 并建议他们 应该乖乖待在自己的地盘就好 根本不应该出来搞事情 超人看到自己可怜的家臣机器人 超人便利他进行自动修复 同时跟TDI建立联系 形势所逼 超人必须有另外的计划 来处理他的客人 超人要求TDI组织 不能向他们发动攻击 另外要求他们再提供一批 有飞行技术的相关人员前来支援 越快越好 超人警告TDI组织 这里地有落王之鱼的终极战士 要他们多加小心 现在他必须动身去找蝙蝠侠跟路易斯 一旁竟有一群终于战士 在虎视眈眈超人了 突然一条又黑又出又尖的条状物体 攻击终于战士 是刚刚在外头的一席母后 他巨大的身躯 从众人袭来 后面再次转弯到蝙蝠侠跟路易斯这边 蝙蝠侠和终于战士展开激情的肌肉碰撞 双方的进攻有进有退 但由于先天的差异 蝙蝠侠无法一直和终于战士进行物理哲学交流 老爷再次使用他的惯用戏码 他装备上了针头武器 很快速地刺入终于战士的皮肤 终于战士们睡着了 这是蝙蝠侠第一次和他们接触之后 就针对他们的DNA样本 开发出来的药剂 这能够让他们睡上几个小时 接下来蝙蝠侠跟路易斯 也得赶紧找到超人 超人和DTI的对话开始 超人做了简单的报告 并要求TDI提供帮助 但TDI的首领们 对超人的要求并不友善 他们甚至认为超人也是为外来者 超人也存在着风险 将军希望超人能够体谅他们的想法 毕竟危机之际 他们得先自保 超人向TDI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很遗憾双方的对话 并没有得到友善的结果 TDI最后只给超人的人 一个小时的时间逃离火山 不然他们将一起被炸掉 听到这恋人失望地回答 超人才惊觉变不下 一直都说对了 当人类面对未知 或毁灭的恐惧时 一切都会先自行瓦解 超人也得赶紧找到另外两人 外面走到孤独堡垒 母后在暗处看着空中的蝙蝠侠 喊路易斯 路易斯希望超人能够听见 他们的心跳声 借此找到他们 蝙蝠侠说道 你的或许可以 但我的装甲 他会将声音压住 母后抓住了蝙蝠侠 蝙蝠侠叫路易斯快跑 可路易斯 马上就被母后又黑又长 又出的那根 甩走啊 撞击了巨树 失去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 路易斯的意识 才渐渐地恢复 在他眼前的是他的丈夫 超人 超人简单地替路易斯 处理外伤 接着路易斯告诉超人 蝙蝠侠被抓走了 超人还听了见 蝙蝠侠的心跳声 但他们得尽快展开行动 另一侧 终极战士的飞船 已经开始维修 而终极战士们 超人为了寻找蝙蝠侠 飞了好几间房间 还顺便要求加成机器人 弄起被蝙蝠侠麻醉的 终极战士 路易斯很害怕 他们迷路在 孤独堡垒中 超人向路易斯保证 他们没有迷路 况且这里 还是超人自己的家 孤独堡垒的空间架构 跟普通人认识的不同 他们有重塑 再架构的能力 这样的特性 让他的空间 几乎举之不尽 超人飞了又飞 他不断地 往蝙蝠侠的心跳声前进 后面转弱到被捆绑不泪 还露出美人间的蝙蝠小者 看着眼前恐怖的母后 蝙蝠侠想起 过去曾经拜访过的脱困大师 他利用那次学习的技能 突破了异形的捆绑プレイ 随后一脚踢在母后的脑袋上 蝙蝠侠了一个漂亮的位置 准备直接麻醉母后 可惜 母后的壳太硬了 真无法插入 蝙蝠侠面临空前的危机 索性在蝙蝠侠最危机的关头 超人超过来护驾 超人重击母后之后 飞到他背后 可母后不是吃素长大的 他马上展开反击 少年打了老娘 漏个事业线道歉式尝试啊 便不想把麻醉料丢给超人 并叫他将其塞入母后的嘴里 超人也照做了 效果非常显著 但超人也得立刻离开这里 他现在感到虚弱无比 因为此处没有黄太阳 超人体验的力量正在减少 TDI将军们紧张了 一部分的人甚至希望 现在就立刻启动核清洗 但其中一位将军却不同意 距离说好的一个小时还没到 回到船内 终于战士们已经起意反扑超人 超人的机器人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加成机器人 即将遭到毒手时 我们期待雷射也再次出现 超人感叹 原来他们早就在船上 藏了许多武器 这样的事态 并不想早就猜到了 超人没有必要再客气了 他释放出基地内的特制气体 再次弄运这群不上道的终极战士 他们睡着之后 超人就要将他们运上飞船 透过目前仅存的装置 送他们离开 兵不侠对这群不速之客非常不满 而超人却还想帮助他们 没办法兵不侠之后同意提供协助 将军们透过萤幕 发现火山有了异状 超人拿着巨大的球体 再次出现在人群眼里 将军们也猜到 超人要将外星人送走 而他们不能够让他得逞 素枚导弹朝超人袭来 原来飞弹要追到超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 超人甩到飞弹之后 立刻有加成机器人 放了终于战士的飞船 兵不侠驾驶 放了紧急小艇 蝙蝠侠该回家了 这台紧急小艇 并没有突破大气层的能力 现在蝙蝠侠岌岌可危 他等待着那个男人来救他 蝙蝠侠在空中大喊 就是现在快点 快点 快点过来 一个漂亮的公主抱 超人接住了蝙蝠侠 蝙蝠侠嘴里傲娇的说道 我发誓 你还是慢了一步 超人慢慢的降下 他很高兴他们做到 路易斯看着远方 一旦使用飞弹天袭火山 看着这群人的行动 超人跟蝙蝠侠的想法 再次出现分歧 超人心想 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掠夺生命 蝙蝠侠则是只留情给人类 加成机器人说道 我们侦测飞行船发现 他们有事故发训装置 如果真的消灭他们的飞船 那么系统将会传送出求救信号 这样 可能会招来更多外星人 超人开心的说道 看来我们的善行 拯救了自己 蝙蝠侠回道 怎么说 我们得再跟TDI好好聊聊 路易斯则是开心的说道 两位最伟大的英雄 TDI擦屁股 这将会是一条大新闻啊 超人 蝙蝠侠 大战 疫情 终极战士 第二集 玩 全剧中 狗狗 飞呀 我们看完这诡异的作品了 不知道各位客观喜不喜欢 这个看我自己看完觉得普普 但值得我多嘴一句的是 阅读这次的作品 让我多少回忆起 多年前看超人卡通的感觉 后来的作品 OP的人物越来越多 超人的个性也越来越复杂 嗯 这种单纯的强壮 而且善良的超人 已经越来越少见 这看超人前前后后 做了多少事 救了多少生命 却是让我有在看 2000年卡通的感觉 就这一部分的情怀啊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本周第一频道帅狗 会更新回灭日时钟第三集 预计是礼拜五 请各位再等等 第二频道帅狗娱乐 已经更新一支 星际大战玩具的开箱影片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 或是画面旁边的 惊叹号发罗 再来我们每周三晚上8点左右 都会在YouTube Twitch 直播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铃铛的话 就会在我第一时间 搞事情的时候收到通知哦 如果觉得这次影片不错 欢迎分享给你 可能会感兴趣的朋友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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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